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旗鼓雙影 今天又創新高了 最高就是收盤價 18034 那一天最高它到多少 18018吧 我記得 足足多了十幾點 問題是 最後一盤才拉尾盤 是台積電拉尾盤 前幾天我已經跟大家分享了 說什麼 只要航運股只跌 這個盤就有可能創新高 今天馬上創新高給你看 而且重點是什麼 台積電還拉尾盤 可是今天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要跟大家做分享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主要的頭條 是什麼 一個是全球半導體設備支出大噴發 另外一個是新iPhone 拉貨增兩成 那個新聞不是我要他寫的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講了 半導體設備 要做主流了嗎 是不是還跟你介紹哪些股票 對不對 可是今天表現怎麼樣 不怎麼樣 昨天才接牌的紅素跌 問題是跌就不好了嗎 還沒 還早了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是新iPhone 結果今天大漲特漲的不是這些 是誰 是航運股 昨天才說他們跌了三十幾%了 對不對 我說從高點看下來 跌了35%以上了 跌很多喔 今天馬上反彈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來 你看這三檔 全部反彈 前天全部跌停 昨天還有一檔跌停 對不對 可是重點是 你看喔 他們都漲停板 沒錯 重點是這一塊 全職電子股 漲的 看到沒有 紅海漲3% 連發科也漲2% 日月光漲4% OK 這兩個族群都是漲 那你怎麼會說 這個盤就沒意外 就要創新高了 對不對 另外你看 連金融全職股也漲了 好 到目前為止 你看到全職股的表現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 今天的盤怎麼樣 開高 走高 先是誰 先是這些航運股先拉漲停 之後是誰 之後是鋼鐵股跟著上了一點 最後是電子股拉尾盤 我說喔 這表現還真好 對不對 今天的走勢變這樣 對不對 一開盤量最大 越拉 量越少 成交量比昨天少了1200億 成交量喔 可是上漲加速 卻比下跌多了500多加 500多加 我說這個狀況說實話 不常見 真的不常見 因為現在在創新高的時候 居然量可以縮了1200億 代表什麼 代表後面 錢還是在怎樣 是不是還是在船船裡面 對不對 最近常有人來問 航運可不可以借 航運可不可以借 我昨天不是跟大家講了嗎 重點是什麼 第一個要止跌 今天止跌了嗎 止跌了 也漲停了 OK 止跌了也漲停了喔 所以說他反彈開始了沒 他開始了 問題是要不要去搶 見仁見智啦 你說搶這個 會一下漲很多嗎 這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之前才跌掉三成半而已 他會不會反彈多少 或者直接又漲過新高 這沒有人猜得到 可是呢 因為老師不想要做這種事 我說老師在做什麼 老師在做的都是怎樣 我挑選好一檔股票 正準備突破的時候 我們來進場去做 我們就可以享受到一個 算是一個大波段的利潤 好 最近有一些朋友 他在考慮說 老師我現在這麼 現在在一萬八 我要不要去買 我說你要賺錢就要去買 為什麼 你在創新高的時候 表示什麼 很多股票都有表現才會創新高 那你不趁著現在趕快去進場 你什麼時候要進場 趁他跌的時候嗎 這樣不是很奇怪嗎 對不對 你要的話就應該趁這個什麼 正在熱絡 正在什麼 有很多的題材 可以在盤面上反映的時候來做交易 來做投資 這個時候你才容易賺到錢 不然你什麼時候要做 我們進場了你看 從頭到尾我們一個一個 每一檔的標的 一進場沒多久開始走波段 漲幾% 最高的93%了 最近進場的也賺了20幾% 我說你這樣賺錢不愉快嗎 對不對我們也很高興有會員朋友 哇賺到錢了很棒 特別還來這邊加入的特別會員 我只能說謝謝你 可是你加入特別會員 你會賺更多錢啊 對不對你有機會嘛 對不對 來我們來看一下 19大類股在這裡 今天 電子 47%看起來很多 昨天51%嘛對不對 航運只有34.9% 為什麼只有34.9%你知道嗎 因為漲停板鎖了沒得買 對不對 是不是因為漲停板鎖了沒辦法買 買不到 所以量就鎖了 如果他量有出來 這個成交量就會放大 成交比重就會提高 來看一下 這邊 再來是鋼鐵4.8% 也漲了4.58% 你看 航運居然漲到8.93% 幾乎整個航運都漲停板了 因為跌太多了 因為跌太多了 OK 那裡面講到什麼 等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 加權指數 今天收最高 18034 創新高 高漲震盪 他就在那邊晃很久 已經多久了 差不多兩個禮拜嘛 對不對 兩個多禮拜都在這範圍 你說他會直接過嗎 還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今天的電子股 其實表現不大 明明是利益多的股票 不動 對不對 明天如果航運繼續漲 OK 會再重新高 沒有意外 可是 有隱憂啊 對不對 航運一下子突然間漲了 這個熱潮會持續多久 不知道 那我們現在看台積電 台積電越漲越虛 是怎麼一回事啊 看到沒有 520的反壓在這裡 就插鈴門一角 我說要的話要帶量突破620 要的話就帶量突破620 整個漲勢就會持續下去 這個盤 就會在一路漲 懂意思嗎 沒有500點不會停 如果有的話 就不得了 雖然說 老師最近在做的 最近這兩個禮拜 應該說這一個月 老師是不是一直在講 車用電子 然後一直到前幾天 開始講半導體設備 半導體設備 有沒有 所以說我們來看一下 車用電子 我之前每一天 都已經跟大家講了 來這是昨天的車用電子 漲停板的 昨天比較弱嘛 對不對 昨天 昨天盤勢不是很好啊 可是今天呢 是不是又回神了 漲停的又回來了 這邊上漲的幅度也那麼大 然後另外台積電 昨天講 昨天已經成型了嘛 台積電 概念股 昨天啊 今天 漲停板的越來越多 看到沒有 你怎麼去看什麼是主流 你是不是要把這個族群拉出來 看 這個族群有沒有很強 而且這個族群的這些股票 有沒有剛好在一個關鍵的位置 你去看 你來注意看 就這幾檔 就這幾檔 這個是新貴的都沒有管 其他這些股票 你趕快去留意 之後都會有表現 OK 之後都會有表現 老師不是說車用電子就不漲了 他還在持續 他還在持續他的行情 只是說 會有輪動的時間 的機會出現 那現在最主要的一個 輪動接手輪動的是誰 就是半導體 半導體的設備 你看 昨天是不是台積電新聞 是啊 今天呢 是不是半導體設備新聞 是啊 那不是老師叫他寫的 是他就自己看出來了 對不對 看到了什麼 他跟我看到一樣的東西 他趕快來放在頭條 告訴大家 這股票要漲了 對不對 現在年終大優惠已經來到倒數一天了 如果說你對老師 現在要看的股票 再觀察股票就興趣了 歡迎掃描KRCO來電詢問 也歡迎來參加我們的年終大優惠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歡迎回來我們旗鼓刷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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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車用電池 車用電池 最早 那時候選了誰 那時候選了這一檔 我6月25拿出來講 我們6月15就進場 32.1元 隔了10天拿出來講 那時候我們已經賺錢 我才 OK 因為我們要保障會員權益 才拿出來講之後 一路漲 看到沒有 6月28 漲到22.5% 到6月30還漲停板 給你看 漲到34.7% 然後一直到7月份 漲勢還沒停 這一天爆大量 漲過去繼續漲 看到沒有 我們買在哪裡 我們買在這裡 看到嗎 我們買在這裡 到6月15號 現在都已經幾號了 對不對 7月5號的時候 已經漲到58.8% 7月6號漲到68 我們一路漲 一路漲 我沒有說 跌就不用講 你看 這時候7月9號還在 我們都還有 到7月12號 又漲停 7月13號 已經漲90% OK 7月15號 還在這 我們為什麼不放手 因為它的格局 都還是在一個漲勢的格局 我們就可以報 你哪一檔股票賺了93.4% 從6月中以後 你說你趕快去追航運 我問你 你航運是可以賺多少 我是不知道啦 我們買得很安心啊 報得很放心 完全不用擔心說 他哪一天跌停板幹嘛 怎麼樣 跌停板我們還賺80% 對不對 有什麼好擔心的 這是一開始喔 介入的 後來呢 尼克森 對不對 後來是尼克森嘛 那時候也是從基本面告訴你 有沒有 第一季營收大成長 對不對 這是IC的部分 6月28開始跟大家分享 然後一直到7月2號 他還沒什麼動喔 對不對 7月5號 已經賺了21% 今天28.6% 最高來到33% 走了沒還沒 對不對 你要看到那個題材性在哪裡 車用的部分 這麼多的一個範圍 都是你可以留意的 他範圍有多大 來我跟你講 你要記得有這一張圖 給你做參考 看到沒有 車用電子產業供應電在這兒 從CPU 感測器 二極體 電晶體 MCU等等等 這麼多東西 都是你的車用電子的範圍內 你說這個產業夠不夠大 夠大 大到怎樣 他在產業裡做輪動就好了 像之前的航運股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在整個航運股裡面做輪動 說實話真正賺大錢的 就那貨櫃三雄 也跟你們講 說什麼 他們今年的預估EPS就是多少 就是二十幾塊 快三十塊 甚至有三十幾塊 為什麼可以這麼漲 就覺得他有機會賺大錢 對不對 好 那我跟你講 一個更長期的產業規劃在哪裡 就是電動車 我已經在節目裡 不知道跟大家溝通過幾次 我說 你現在看得到路上的所有的車 幾年後全部都要變成電動車 才能在路上跑 那你不坐電動車要坐誰啊 對不對 這是一個非常長期的 一個產業趨勢 所以我們只要在裡面去找就好 另外一個重點是什麼 有一個是已經很成熟的產業 可是他卻有一個什麼 很特殊的一個什麼 更新的動作 那時候我就提出了一個東西 什麼東西 就是這個啊 就是Win11啊 每家每戶 你除了用Apple以外 你一定要用Windows 你的筆電 你的桌上電腦 都要用Windows 我管你是用最古老 不要說最古老 早期的XP Win10 Win9、Win10、Win11 我家裡還有一個Win7 對不對 現在要換成Win11 所以說這一個部分也是個題材 懂意思嗎 所以說那時候我就找出了這一檔 跟大家講說 新唐 可以看 為什麼 因為它是Win11概念股 那時候進場在828 到7月7日 已經漲了15.3% 7月8日 繼續 還是要跟大家來分享這一檔股票 到7月9日 已經漲了27.5% 7月12日 7月12日 賺了4成 到7月13日 繼續漲 還漲停板 賺了快5成 最高漲了快6成 58% 今天 是收盤收最高價 收在130 離最高點只差1塊錢 我是不知道別人新唐怎麼講 他說那是車店 我說我是不知道它有沒有車店 我只知道它跟Win11 有很大的關係 對不對 老師看了什麼 產業 看了基本面 再看了股價的趨勢格局 才來告訴你 每一檔 日期都告訴你了 你可以回去看 你不相信 我不能提供會員資料給你 對不起 會員們都知道我們有買什麼 沒有的早就被 被吐口水了吧 對不對 然後一直到最近 什麼 7月5日 我又拿了這檔出來 為什麼 因為它第一個 車用電子 看到沒有 也是半導體相關 兩個什麼 兩個題材在這裡 所以說我就拿來跟大家分享 走勢剛好 成交量出來了 表示什麼 準備要漲 所以 這個時候一直在那邊盤整 一直到這一天 開始跳出去 漲了 我們已經賺了15% OK 6月25日進場 我們已經賺了15% 再隔天 繼續跳新高 爆大量 賺了24.5% 今天回檔 有回檔需要在意嗎 不用太在意 為什麼 因為我們還賺快20%左右 我們根本不擔心啊 而且我們在賺22%的時候 先減碼了一半 賺錢才是你進場做交易的目的 除非你是來尋刺激的 老師的做法 絕對經得起考驗 你去問我們每個會員都知道 我們的風險控管 都非常的嚴謹 我說每次我都在存成稿後面 在寫 請各位會員朋友 做好資金分配 因為我們不是只做一檔嗎 我們的波段會員有五檔 每一檔都已經做好什麼 交易的規劃 請你們放心的怎樣 放心的依指令執行就可以了 你要輕鬆的賺錢 你只要收到指令照做就對了 你就會賺錢 大家最近賺得很開心 我們有沒有做航運 我們之前有做航運 義航嘛 我們之前有做鋼鐵大乘鋼 都有 可是我們不做什麼 不去搶反彈 不去探 探頭摸底 不需要 我們只要很安穩的 照著老師的步驟規則去做 什麼步驟規則 老師的潛龍宣估法 就是這個步驟規則 從看產業 從看基本面 從看股價走勢到什麼 籌碼 籌碼的部分 全部考量好之後 我們進場 進場之後 做好什麼 做好我們的交易規劃 什麼是交易規劃 我相信很多人不懂 老師不就是買跟賣而已 對 買跟賣而已 可是你要搞清楚 你什麼時候要買 什麼時候要賣 這才是功夫所在 有人說 他的產業研究很厲害 什麼什麼的 我說你做分析師 跟做產業研究是兩回事 尤其是要帶著會員做進出的人 你要做的是什麼 全盤的規劃 你要想的是什麼 我手上的資金 會遇到什麼樣的風險 我要控制好 絕對不可以慘焙 你可以套個兩成 我跟你講 那就慘了 千萬不要 趁現在 年終大約會來了 你可以來參與我們的年終大約會 我們最近剛好準備 不要說最近剛好準備 我們已經進場了 這一檔 這一檔 設備股 你想知道哪一檔 歡迎掃描QR Code 大家來問 今天長這樣 越長越高了 你再不進場就來不及了 知道哪一檔嗎 不知道 不知道掃描QR Code 大家來問 現在最後一天 五八萬萬來最後一天 歡迎來參加 今天節目到這裡為止 謝謝大家 面對鬼決判事 精選標的 績效才是贏家 穩三穩打 財庫滿滿 五八萬萬來 五八萬萬來 倒數一天 數目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超級實用的潛龍選股 讓您得意股市股市得意 讓您得意股市股市得意 量力績效 威剛63.8% 加幫137% 南茂39.4% 線上交易課程 只要9900 一輩子受用 購買三線 02-278-1-0909 278-1-0909